有台湾龙珠美名的基隆宇是全国著名光景点 为了保护岛上的生态环境 每年仅4月到10月开放 每日更限制1200人登岛 为了提供游客更好的游戏体验并增加可看性 就用市政府争取中央经费进行修缮 首先在滨海步道部分 利用工程技术全面改造为友善的环境 让行动较不便的游客 也能近距离欣赏到基隆宇沿岸美景 在没有破坏原来地形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做了几个设计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过去上上下下 很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步道 我们把它用工程的手法把它拉平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比较危险转弯的地方 可能游客会衰弱的地方 我们也做了设计了有百合图像的栏杆 第三个就是我们也结合这个地形 我们以非常低调的融入地景的概念 去做了遮蔽的这样的遮阴的设施 同样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拍照打卡 或者是在这里稍微住足休息的地方 岛上的指标设施更跳脱传统 运用在地食材堆叠加上QR Code 智慧导览 完全融入地景环境 让登岛游客大为敬严 在指标系统上还有关于岛屿的介绍 我们也特别运用了在地的材质 包括有很多的石块 这些石块我们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 我们运用在地的材料 然后去做成这个指标系统 那我们也用很简单的指示的标志 让这一个游客知道整个指示的距离跟方向 同时呢只要是一扫QR Code 就会连接到我们的基隆旅游网 然后了解这些相关的生态的资料 还有这个岛屿的一些旅游的资料等等 根据基隆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方面的统计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到目前为止 基隆与登岛人数已经突破2万人 还有3万多人完成预约 关销处方面呼吁民众 登岛前先完成预约 登岛后则能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让这座宛如海外仙山的基隆与 永保美丽风貌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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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